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这样子的犯罪行为造成阻碍 曾经一个被害人 他的罗罩被前男人散步 遇到他公司党官的信箱 所有公司一大多人都看过他的罗罩 他非常生气 在自己的司法的诉讼 可是他说过程中 好像被当作是犯人一样 他这个经验非常好 那所以今天这样子的立法 其实是唤醒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重视 那在被害人保护方面 我们有几个重点 我就则要跟大家说明 第一点是在刚刚整理长有提到 我们网路平台还有电信服务业者 他们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 威力最强大 伤害心最深的迷茧 在这部分我们规定了他阻止善务的义务 那这个草案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定义 犯罪然后再来犯罪判样 还有我们着重被害人的保护 还有罚则 以及对于网路业者協助将如何 应该在这样子的一个犯罪形态上 他应该负责什么样子的义务 其实以现行的法律上面来讲 我们只有针对说性的一些形式的影片 是针对偷拍偷露等等的情况 你再去散播出去 可是问题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如果今天是在男女朋友 夫妻或者甚至是一夜情的对象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是可能是追求一个 感情的融合或者是性的刺激 我们拍摄了这样子的影片 可是事后可能因为感情不好了 甚至是可能又带有一种炫耀啊 等等的方式去流露给别人看了 但是现行的情况 我们在返害秘密罪障 他后续的善悟行为 前面是同意拍摄 后续的善悟行为 却没有办法纳路在刑法 3.15之后的返害秘密罪障 去做处理 那接下来 但是他们这样的行为 又确确实实是侵害到被害人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要有错 我们去拿其他的条文去硬解释说 他这样的行为有构成犯罪形态 比如说我们讲的所谓善悟欠悟罪 那3.15之后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就是说 今天迦害人把我的性的私密 想传入出去 不是因为他传入出去我的 轻害到我的性的隐私权 而是因为我的影片是一种让人觉得 不堪入目是违背善良风俗 而他传送出去是怎么样 是将这些不堪入目违背善良风俗去 轻害到社会大众的一种善良风俗的观感 而去被处罚 这在其实感情上面是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我们这些实务工作者也觉得这是一个很调伟的行为 再来另外一个主题的方式 可能我们会用加重回报 所以愿你散播出去 无形中就是侵害我到我们的名誉 可是这个侵害名誉的一个规范 那也没办法去包含到说我们的隐私权被侵犯 这个也是一件非常调伟的一个行为 那又考验到说其实陷阱我刚刚车说的 加重回报甚至是这个散布宣误罪 它其实只有五天以下有几乎性的刑犯 它其实对于陷阱的这些嫁害人来讲 是根本是不痛不扬 纵使今天证明了他有这样子的犯罪行为 到法院判完了 这个电信业者应该在窒息犯罪事实的时候 在24小时内就先移除在网路上 最主要是网路上 他的这样子也没影响 并且存证180天 未来才有办法诉追这样子的犯罪 另外也希望能够保障被害人的隐私 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因为职务知道 很容易想像就是检警或者是找办案部分 如果知道这样子一个犯罪的行为 你知道性私密以上都要散布 应该要对被害人的身份加以保密 另外在司法程序中 如果被害人选择诉诸司法的话 程序上也应该要有一些很基本的 其他在比如说性心态防治条例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违反 例如说设同或亲属的陪同 还有跟被害人之间的隔离讯问 性别歧视的禁止 比如说被告或者是其辩护人 在法庭上说了一些性别歧视的话 这个法官是可以立刻禁止的 另外也减少他们的重复陈述 主要不要在整个司法过程中 一直不断重复说明自己这样的一个 状伤的过程 另外还有不公开审理的原则 这个应该是要一个闭门的案件 除非是经过当事的同意 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另外取证的时候 也应该经过被害人的同意 还有证物的保存上 我们平常一般在卷宗上 我们会特别去把这些东西 就是把证物收在一个信封里面 所以只要经过卷宗破首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当然是不适当的 所以我们这个要求有证物带的 等等这样子一个保密的措施 本法草案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就是以禁止令的方式 及时禁止影像的外游 被害人最怕的就是大量的散布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有两种 经济力这个是防照家庭暴力防治法 一个保护令的方式 那是因为目前台湾法规 没有一个广泛性的保护令或禁止令 而都是有一些特别的规范 那我们这一部分就针对性侵害 性私密影像遭到侵害 设定了暂时禁止令 这个可以要求法官在接受申请后 24小时内裁定禁止外流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都可以想象 其实24小时已经够一个影像穿播 到几百人几万人手上 如果真的被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现在最多的是 拍摄之后后续的一个散布行为 所以我们只要你拍摄之后 你仍然未经同意去散布 播送贩卖或播送贩卖 总之就是你让这种方式 备害的影片 以各种形式散布出去 而实际侵害到备害人的话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个性是比较重大 所以我们特别在行者的规定 行录的讨量上 我们定五天以下六月以上的行为 就是希望可以喝止到这些价害者的行为 那再来就是说 讨量到说 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你要散布到大众去 而是要给你特定的亲人 例如说可能我今天是给你的婆婆 你的父母看 所以我们在第三条的部分 我们才会特别设立说 如果你是传送到特定第三个 我们认为这依然会造成 被害人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 当然我们也考量到说 我们要尊重这个 被害人的对自己的性质之权的一个主分 所以我们在条文上面说 如果今天是未定统于陆寺 或者是你传送特定三人的话 我们赋予就是被害人可以决定 这个是告诉乃队的情况 可以决定是否事后要去追溯或不追溯 但是如果是你是已经散布出去 因为已经影响到社会大众了 所以我认为这都算是要用 网络队的方式去处理 8月6号的时候 我们会跟游民女律委 这个国会办公室共同举办 游公听会 邀请相关的部门主管机关 以及各界一起来参与 共同来讨论推动加速这个立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